鸡蛋营养又美味,几乎我们每天都在吃 但是大多数人在吃鸡蛋的时候会犯以下的一些错误 第一,买鸡蛋的时候很多人会买贵的土鸡蛋 认为土鸡蛋更营养 其实土鸡蛋里面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确实是要比普通鸡蛋稍微高一点 但是维生素和一些微炼元素却比普通鸡蛋要低 由此可见,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相比 二者的营养是不相上下的 第二,多吃鸡蛋可以增强体质 多吃鸡蛋,体内的蛋白质含量过高 在肠道内产生大量的氨 一旦氨溶于血液中,则对人体有害 按人体对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的比例来看 成人每天两个鸡蛋 老人和幼儿每天一个鸡蛋就够了 第三,蛋壳的颜色越生越有营养 蛋壳的颜色其实取决于很多因素 但和鸡蛋的营养其实没有关系的 第四,很多朋友早餐喜欢吃煎蛋或者是茶叶蛋 但其实煎蛋里面的脂肪和热量会大大增加 鸡蛋里的营养元素也会流失的比较多 而茶叶蛋里面的盐分比较高 人体在食用之后容易导致血压升高 肾脏负担也会加重 因此推荐大家水煮的方式去吃鸡蛋 水煮蛋里面的营养会保存的比较好 对于人体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 第五,煮鸡蛋的时间不要过长 一般八到十分钟就够了 煮的鸡蛋时间太长 蛋黄表面会形成一层灰绿色的硫化压铁层 这种物质很难被人体吸收 降低了鸡蛋的营养价值 煮久了也会使蛋白质老化 变硬变韧不易吸收 还影响食欲和口感 以上五个吃鸡蛋的误区你中招了吗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点赞和分享给朋友 或许他们刚好用得上